它其实煮的它是分公母的你知道吧 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Coco 今天呢又要带大家来大吃大喝了 其实我都没有什么机会试过地道的湖南菜 可是呢我又对湖南菜不是太了解 所以今天有一位高人陆大厨 跟我们一起品尝 然后指导一下 因为你好大胆吧 这样一整条鳝鱼这样子入味 你们这边有外国人来吃饭吗 应该会被吓到吧 有啊有啊 还没吓到几个 对目前还没有 它有一种很天然的甜美的味道 它没有泥味 对对对 它经过一个整个一个冬天的一个孕阳 把体内的杂质都排出来了 你讲话说的一些杂质都排出来 冬季一过就立马出山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刚刚上新的一道春季传品 春孙 南都加了几片的火腿 所以就是要吃它的鲜 我觉得啊它的汤很重要 汤我是自己煲了一点点轮汤 很鲜啊 很鲜 鲜到骨头里了 跟你讲一个典故 我每次碰到人我就喜欢跟他讲话 显得我很厉害 真的 它其实竹子它是分公母的你知道吧 我就是就像我看你这个惊讶的表情 竹子它的第一根枝 它是一根枝 它就是公子 这里有两个枝 这个是母的 好特别哦 就是要找母竹子的第一根枝的朝向 下面才有笋子 那跟人也蛮像呢 爸爸这些小孩在哪都不知道 猪大肠也是卤过的 用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酸的辣椒汁 两种香味跟鲜味融合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红酒的鹅干 我就说嘛 我也有做一道类似的 但我不是用红酒 我是用波特酒 波特酒是属于比较甜一点的红酒 酒精更浓一点 李温曼酒 也是李温曼酒 我是四度是不是 那你是好人家 我很喜欢你鹅干上面的橘皮 吃进去那种清爽的感觉 所以根据这个理念以后去做菜 就是根据这个四度去做 就是复合卫星 这个卫星创到这个卫星 看一下有一个什么变化 真的十岁有九个四度这样 不成功的 有一次背好的已经就是一个经典了 对对 这个你应该很熟悉 这个在韵菜里面 叫做捞鱼身 柠檬叶 是不是 你懂的 你都没有给我那个腕儿的表情 其实我已经很惊讶了 真的 我不晓得你知道这是柠檬叶 就会放柠檬叶 都包起里面都会放这种 东南亚一点的 鲦鱼的它的肉质 是比较紧实弹牙一点的 你有没有想过用其他的鱼 有啊 诗来诗去 我觉得鲦鱼是最好的 嗯 这是大厨的执着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道菜品 这个菜品呢 在洋菜里面 叫做原米之香 鸡头米 蟹黄蟹粉 好会响哦 对 黄沙呢 跟九江啊 吴湖啊 吴锡啊 中国的四大鱼米之香城市 做这道菜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想 用什么鱼 用什么米 去代表它 那为什么想到把蟹 蟹黄蟹粉融合进去呢 作为这个核鲜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比蟹的蟹黄蟹粉更鲜 我最近也在想一道蟹粉的菜 你让我有了很多灵感 谢谢陆大哥 不客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